发想的时候想到一句常常听到的口号 马路如虎口 这我们设计了一系列的老虎 像这幅就是方画世界名画最后的晚餐 食材就要面好坐几次 准备要吃好吃米 上色看吃饭头上都是开机车 还有受伤的用途人 另外一边还有青年丁的 安全部啊 为发生到设计 都是来组合兴奏工的学生 画的部分通常都是我们 组员分工合作化的 很少展台有这种设计 这次很习惯到大航来 拍出的顺度压片 像小孩发挥創意 如果是电影的空间 也很特别 用外派的創意 团队用到安全的重要性 交往议题上对于年轻人 这个族群来讲 透过这样的话会引起一些 他们的讨论 那相信也会有一些 若干的成效 我们融入了生活美学 设计了40格的色彩的调和公式 那小朋友就可以依照上面的比例 来去进行混色 另外一周团队是 所定三个七六个小孩 搭造色彩的比较更骨骑 只要对桌上的公式 就能丢出不同项目 不过是让小孩 哪上哪偶有色彩的关联 国际三个活动为本 够在带的积木 在在新一台设计中 带到两项 尽点信息设计中 由他们的课程里面 在一年级的色彩学里面 去发想 如果让小朋友 透过色彩的调和 可以训练美感 跟色彩的感觉 有很多厂商询问 高度的询问这个产品 能不能去做一些 跟产业界的结合 新一代设计展 我们也获得四项的一个奖项 这是很好的一个殊荣 透过我们的展览文化 让学生了解 他将来学习的目标跟方向 学生都真有创意 每一座团队都用 将近一等的时间 跟高中三年 所有的东西完美庭言 美市新闻 先把这报导 我们也订阅